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希望说 很多时候 该做该讲 就是不要客气 也不要因为说 我跟他有情绪 对方讨厌我 或是怎么样 我觉得是直接讲 不管他喜不喜欢 至少你把你心里的话 讲给对方听 在他还在世的时候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大爱 在会客室 和我们一起来看戏 聊人生 我们经常说 因缘天注定 真的是这样子吗 这无形当中 会不会有一些 助缘的力量呢 我们赶紧请今天的来宾 和我们来聊一聊 首先我们邀请到的是 我们逆光真爱 饰演蔡雅真师姐的李燕 李燕好 主持人好 全球大爱观众你们好 再来当然就是 我们的最佳男主角 就是饰演黄文蔡师兄的陈希峰 希峰好 主持人好 全球大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两位都还没结婚 朋友一定有很多结婚了 对于因缘天注定 这句画画想法是 当然以现代来讲 很多的因缘有些是过客 有些是真的注定一辈子 他是你的老公或是你的老婆 那我觉得缘分这个东西是 是不可抹灭的 只是说后面你怎么去经营它 有些就是你觉得它 外表是你适合的 但可能个性又不是你喜欢的 我觉得没有两全其美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件事情 然后慢慢的就让彼此分开了 可是对的人好像其实就会 在愈合 就是现在的人可能就是说 我要求好 我要再更好 就不会像亚真师姐这样子 我投入了 它就是我一辈子的 现代人不断在剪石头 希望跳到最大的石头 是 但是亚真师姐 往往都扎到自己的甲 对 亚真师姐的话是 跳到这颗石头之后 他就一身绊着这个石头一块走 而且不会让这颗石头 变成自己的绊脚石 他是全心全力的辅助他 那李燕你觉得呢 我觉得缘分喔 其实人生不必去预期什么 有一些事它自然就会发生了 对 然后 我会把很多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 当做是 它是为我预备来的 不是针对我来的 我觉得那种心情是不一样的 就是 这个功课是为我预备来的 那我要怎么去面对这样的功课 就像亚真师姐 面对她的婚姻的态度 生活当中都会有不同的考验 你选择不一样 其实结果也就不一样了 其实这样的个性 是不是跟亚真师姐 那个全然的乐观 有一点相似吗 我现在还蛮乐观的 但我以前是一个很封闭的人 就比较灰色 我以前就是往 负面想 对 就是坏面 坏的那一面去想 但我觉得我何必去预知那个痛苦呢 事情可能都还没发生 然后我何必去预知它呢 那一直到我接触了 陈婷 她是我的老师 就是教我很多 那个正面思考的事情 对 那我的人生因为它 从此翻转 其实这就是我之前有讲的 就是说 人的基因里面就潜在了所谓的 忧郁 是 那可能怡恋那时候 一直会往忧郁那地方想 那碰到 对的人来教导她 或者本身有走出那个方向 就会没事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磁场的问题 当你接触正能量的时候 你吸引来的都会是正面的东西 对 那你越往负面走 你吸引来的都是负面 都会是不好的 没错 真的是一个磁场 所以呢 陈霓大哥的话 其实就是您的一个很好的善知识 是 对不对 他引领你 这怎么感觉好像是 你知道吗 陈霓大哥的角色好像变成了 是雅真诗姐的角色 然后你的角色好像变成了 黄文燦的角色 然后拉你出来那种感觉 因为 其实在我们很忧郁的时候 那时候真的很失望 就是 有一个人伸出援手 对 有一个阳光 对 对 我完全可以理解 黄文燦的心境 对 所以我就知道 要怎么去扮演好 雅真诗姐的角色 那在这一段的这个因缘当中 文燦师兄的话 就帮同事 来邀约雅真 对不对 对 本来是配角的角色 就无形当中 竟然变成了主角了 我觉得这个 这个真的是缘分 对 该在一起的人 就是会在一起 碰不在一起的 你再强求 还是会分开 没错 不过这里面 还有一个隐形的人物在里面 那就是文燦师兄的爸爸 是 因为爸爸的往生 所以呢 文燦师兄其实一直在追忆 然后跟雅真诗姐提到 对爸爸有很多的怀念 很多人都有 有依靠嘛 那文燦的依靠就是她 她的爸爸 那当爸爸走的时候 她是整个就是崩溃了 没错 那在这一场的话呢 就是西风要回忆 爸爸当时的情形 其实那一天是我第一次跟 第一天跟西风一起拍 也是西风进入剧组的 第一场戏 对 其实说实在那一场戏 其实我看了几下 我就知道 在讲什么 因为 太融入了 因为自己感同身受 对 因为那时候刚好 爸爸也就是走了 那 护士也办完了 那第一次进了剧组 那就拍了那一场 就是爸爸走在回忆 回忆爸爸所讲的话的气 所以在 在当下拍的时候 其实我 我心情没有很好 心应该很复杂吧 很复杂 那也刚好是说 李彦她有帮了我 因为地场戏拍的时候 因为毕竟那个地方 有些吵杂的声音 有环境有很多干扰 有飞机飞过 割草机 那我在拍的时候 我觉得在第一个take 是最好的 其实我也会害怕说 糟糕 可能又要重来一次 因为我的话也不少 那你重来一次重来一次 其实会浪费很多时间 所以感情其实就会慢慢慢慢的 后面低解的情况 那在当下其实我会觉得说 对大家很不好意思 但是李彦就会帮我说 看你去把那 那你割草机的事已经解决了 再让我把情绪丢出来 是 对 所以真的要 谢谢 第一天而已 第一天 所以其实那时候 我相信李彦你很能够同理 当时西风的心情 因为我相信那时候你也知道 因为她爸爸才刚走 我知道 拍完那场戏 我一直说我要躲到后面的树丛里面 还在抽搐 是拍完之后 对 然后所以李彦你就看到 有一个人崩溃了 然后到后面的树丛一直哭 一直哭这样 其实我当下我会觉得 人生如细细如人生 是啊 对啊 而且我想希望你没有想到说 进入剧组的第一场戏里面的 讲的这些台词 是不是就是你自己 很想要对爸爸说的话 可以这样讲 那 很多事情都你来不及了 对 就当你要讲的时候 你只能对着可能照片 那 回忆 所以我希望说 哎哟 对 很多时候 该做该讲 就是不要客气 也不要因为说 我跟他有情绪 对方讨厌我 或是怎么样 我觉得是直接讲 不管他喜不喜欢 至少你把你心里的话 讲给对方听 在他还在世的时候 因为错过 往往一旦那个时间点错过了 可能就不会再有了 没错 上来有告诉我们 人生最大的惩罚 就是后悔 对 所以 真的是 对父母的爱 其实要及时的说出来 上同学也说 行善行孝不能等 对 那至于药儿亲不在的时候 那种心其实很纠结的 我相信其实 李恩在跟 西风的互动过程当中 你可以感受到 她心中的那个痛 因为师姐 蔡尔珍师姐 她是从小很缺乏父亲的关爱 所以她看到文燦 跟爸爸的感情 这么深厚 其实也是触及她心里那一块 她缺乏的那一块 因为很羡慕 为什么她 就是文燦 可以跟她的爸爸 有这么浓厚的感情 可是她从小就是缺乏父爱 然后缺乏父爱 这一块 我又可以诠释得很好 因为自己本身 因为我从读国中吧 就跟我父亲就分开了 就是这些到现在 已经十几年来 见面的次数真的非常少 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 就是少了父爱的那种感觉 然后你会有多么的渴望 对 真的是人生如戏 戏无人生 没有想到说 其实我们本来是来演戏的 但是剧中里面很多角色 其实跟我们自己的生活 生活 是一样的协照 对 是一个match很深的地方 那这个父爱的话 其实 让这个雅正师姐 跟文才师兄的话 其实有了一个连结 这两人的感情 最后又如何发展呢 别忘了继续锁定我们的 逆光真爱 非常感恩两位 和我们所做的分享 感恩 谢谢 同时也感恩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大会客室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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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